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只有胖子才能好好存活的故事 曾胖的渴望 故事一开始,一家三口正在草坪上沐浴着阳光 但瞬间世界大变,除了体重超长的父亲 所有东西都漂浮上了天空 妻子和儿子只能在他的牵引下才能停留 久而久之,儿子开始精疲力尽了 为了儿子妻子放开了手,升上了天空 父亲从噩梦中惊醒 这是故事发生后的第二十个年头 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但不如人意的是,长成了一个瘦子 当年因为航天飞机失事导致了重力减弱 只有200斤以上的东西才能停留在地面 因此,儿子被迫待在屋内二十年 平时只能依靠一个增加室内重力的仪器 但保险丝总是坏 父子俩正吃着饭的,儿子就飞到天花板上了 父亲好不容易修好了保险丝 儿子却又摔得是鼻青脸肿 很快,父亲就出门去上班了 儿子百无聊赖的拿起望远镜观察起窗外 外面是属于胖子的世界 两个大婶正在溜着狗讨论他 可惜他听不见 体会不到那些东西 他只好自己在屋内搭了一个自制海滩 涂上防晒霜 正准备沉浸于日光浴呢 一声车响引起了他的注意 拿起望远镜一看 从车上下来一个胖嘟嘟的女孩 儿子对他是一见倾心的 但自己瘦的身体却让他雀鱼露面 他多么希望自己是个胖子呀 第二天 爸爸走后 他就在家里拿着成人杂志一响的 满脑子都是胖女孩的模样 他在杂志上看到健康增肥的办法 那就是吃汉堡 好家伙 买来一大堆汉堡狂吃狂吃 增肥行动出现成效 他终于有了信心 于是 当他再次听到车声时 他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向女孩打了招呼 女孩也微笑着回应了他 这就让他更有增肥的动力了 但因为吃了太多汉堡和薯条 导致吃坏了肚子 食物中毒进了医院 还因此瘦了十公斤 丧失信心的他 不再敢和女孩交流了 但女孩一直在楼下盼他的回应呢 为了能成功出门 他将自己绑在了戏仪机上 谁知被回家的父亲撞破 父亲为了他的安全着想 一切可以被他搬动的重物 都被锁进了小黑屋 父亲又开始做起了噩梦 这次的噩梦是儿子离开了他 父亲很害怕 但他很为儿子着想 他给儿子做了一双重力鞋 为他背上增重包 二十年来 儿子终于走出了家门 他小心翼翼的推开门 走到对面女孩的楼下 但因为女孩在楼上 儿子关掉了鞋子的重力 在窗边观察着一切的父亲 大喊着不要 但儿子升到楼层中间时 女孩伸出手截住了他 他们望着彼此幸福在笑了 电影通过《反常理》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发生了什么 爱都是可以让人勇敢的 而对于家长来说 将孩子关在你的庇护下 或许可以保护他一时 但总有一天 他会朝着自己的路前行的 你所要做的 就是给他一双踏实的鞋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 好 再次回予告